第六百二十四集 好 叶臣心中也有太多的疑惑 轮回墓地 血灵族乃至上古的一切 韩云或许能有一些答案 韩云领着叶臣三人 踏入府邸 阵法彻底封闭 外面那些天才看着封闭的阵法 心中懊悔不已 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想要进入里面 却始终没有资格 却没想到 叶十天和几思青进去了 早知道如此 他们肯定毫不犹豫地 站在叶十天这一边呢 关键无数人心中开始好奇 这叶十天究竟是什么身份 以往他们对叶十天的印象 只不过仅限于实力很强 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现在他们发现 自己对叶十天的了解 只不过冰山一角 能让韩云如此态度绝不一般 哪怕昆仑须叶家 也没有资格呀 阵中釜底 因为这次聊天的对象 主要是叶臣 韩云便把几思青和叶洛尔 安排在一处 领起环绕的修炼室 几思青和叶洛尔 倒是没有意见 他们两人 一个想要研究丹药 一个想要吸收玉佩的能量 至于男人的话题 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韩云把叶臣领到了一处客厅 客厅古色古香 韩云颇为神秘地 开启客厅的一些阵法 他们的聊天不会被人监视 哪怕天道也没有资格 一切准备完毕 韩云便是小心翼翼地 看向叶臣开口道 叶先生 我心中一直有些疑惑 那首诗你究竟是如何得知 这对我很重要 叶臣喝了一口茶 慢悠悠道 既然你想知道 我告诉你也罢 是我背后的人 听到叶臣肯定的话语 韩云越发激动 果然如此 上古大战 从血灵族手上活下来的 不光是他一个 还有一位大能 此刻的韩云就像一个 得到宝贝的小老头 搓搓手 面红耳赤道 那个叶先生 有一句话 不知道能不能问 那位前辈叫什么名字 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叶臣眸子微眯 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问了一下 轮回墓地的血漆液 当得到答复 叶臣便慢悠悠地 吐出一个字 血 听到血这个字 韩云仿佛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十秒过后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眼眸瞪大 呼吸急促 因为那一批强者之中 只有一个人姓血 血七叶 血七叶居然还活着 当时的韩云 可是无比仰望这位大能 这位大能挥手之间 便能镇压一片山河 甚至可以说是当世神话呀 韩云甚至心中有些庆幸 还好刚才的态度不错 若是得罪面前的青年 血七叶一怒 整个血灵秘境都将不复存在 不光如此 韩家也会就此消失啊 血七叶和他相比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就好像银河系中的太阳 和渺小的一粒尘埃 这般差距 突然 韩云想到了什么 站得笔直 既然叶先生认识血前辈 那叶先生应该知道 一年半之后的事情吧 叶臣点点头 话题回归正题 我固然知道 但是师父对这一切 没有太过交代 我只是触碰了 血灵族的表面而已 韩云听到师父二字 看叶臣的眼神越发不对 他本以为两人的关系 只是一般那种 却没想到是师徒 这也难怪 这叶十天可以抵挡他的威压 如果再给这叶十天一些时日 估计自己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叶先生 血灵族的事情极其复杂 一年半是最后的底线 千万年来 血灵族看待我们 便是低等未面的蝼蚁 他们享受猎杀的快感 更想霸占这片灵气之地 我们的守候 是我们最后的绝匠 如果不是那场上古大阵 这里可能早就是 血灵族的天下了 叶臣感觉到自己触碰到了什么 继续问道 血灵族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韩云想了想摇摇头 其实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他们所处的环境更适合修炼 他们的武学更高级 这么和你说吧 在昆仑须 修炼的门槛几乎是帝尊境 而对于血灵族来说 帝尊境只不过是一般的境界 那里的强者恐怖如斯 我至今还时常梦见那幅画面 简直是我这辈子的阴影 这些年我一直装疯卖傻 一方面是想要逃避现实 另一方面是想逃避 血灵族的抹杀 我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发现一切都是徒劳 昆仑须的强者 想要和血灵族抗争 太难了 关键长此以往 血灵族那些所谓的顶级宗门 亦或者顶级强者 听到血灵便是闻风丧胆 只愿意投降 而不愿意抗争 现在最大的问题便是昆仑须缺乏一个领袖 敢于对抗血灵族的领袖 夜晨见韩云在看向自己 摆摆手 你别给我扣什么帽子 我对血灵族的事情不感兴趣 我只想好好的生活 守护我身边的人 昆仑须别人的死活和我无关 韩云听到这句话有些失落 但也算正常 毕竟对抗血灵族的人都死了 就他一人苟且于世 谁又愿意去找死呢 夜晨抿了一口茶道 继续说 你也算和血灵族打过许久交道了 你应该了解血灵族那些强者的弱点 韩云坐了下来 五指掐绝 瞬间两人面前形成一幅画面 画面之中出现了六人的信息 叶先生 我们构建这血灵秘境 便是为了对抗血灵族 这六人是我们故意放在这里的小白鼠 就是为了研究这群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但是我发现事情超脱了我们的控制 这六人竟然将血灵秘境 化为了他们的力量 我们想要再研究极其的困难 甚至这段时间 这群人一直想要离开这里 一旦被他们离开 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昆仑须出事会加剧 还有 这群人在他们生活的周围之地 凝聚了属于他们的阵法 几乎限制像我这样的顶级存在 不然我分分钟就能斩杀他们 现在看来 我想凌驾于规则之上斩杀他们 根本不可能 更不用说 从他们身上换取一些东西了 叶晨陷入了沉思 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棘手 韩云见叶晨如此又道 不过叶先生 你也不用担心 这群人短时间想要离开 根本不可能 还有 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这六人中有一人为首 那老者不知道姓名 但是长相我清楚 韩云手臂对着画面轻轻一挥 一幅画像出现 是一个黑袍的枯瘦老者 固然黑袍却有先锋盗鼓之势 宛如仙人 叶先生 这家伙身上掌控着一道极强的力量 当年我和此人交过手 他的那道力量 险些让我陨落 绝对不能小事 如果真要知道 血灵族的一切 必须想办法 对抗这位血灵族老者 对了叶先生 这段时间 这六人有些变化 其中一人不知为何陨落 叶辰听到这句话 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那人的陨落和我有关 韩云一正 表情惊悚 他知道叶辰没有撒谎 看来血七叶前辈 给了叶辰不少机缘 叶辰站起身 来到了一幅桌上残局的棋盘面前 好奇道 血灵族到底从哪里来 他们总是强调 昆仑虚堤和地球是堤等未免 难道还有五道更强的存在 韩云点点头 叶先生 你说的没错 不过有些东西 我希望等你跨入地尊境 才能了解 你现在步入虚亡境 知道不属于你的东西 对你的五道意图很不利 好 叶辰也不强求 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他不笨 从轮回目的的大能口中 已经猜到了一二 我心中有一个疑惑 那些大能最后的下落 你可知道 毕竟 你经历了那场大战 韩云听到这个问题 眼神落寞 更是叹了一口气 叶先生 这件事 我从没有向外人提及 其实我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强大 那时候 我只不过算是一个逃兵 一个没有资格上战场的逃兵 这些年来 我一直致力于对抗血灵族 就是想要挽救自己 或者说是对自己的救赎 至于那些大能 在我离开那里之前 我知道死了许多 那画面血流成河 无数的尸体堆砌 让人恶心 我甚至看到了 自己好兄弟刹那间 变成白骨和血肉 那是一场噩梦 只有少部分强者 才有资格对抗那些存在 不过 死的只是大部分人 不是所有人 还有一小部分人活下来 他们似乎被血灵族带走了 他们受了伤 身上的修为好像被封印 我隐约记得 这群人手上被阵法和锁链束缚 他们挣扎 他们的眼神充斥着愤怒 我有一点很奇怪 印象中 血漆叶前辈似乎也在其中 怎么又回到昆仑须了 我想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 我认为